天眼作为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口径最长的射电望远镜 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 提升我国的科研观测水平 做出了巨大贡献 侧面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那么天眼Falster 究竟有怎样的天文应用价值呢 首先他对信息的定位精度极高 且能够制作脉冲心中 所以可以为前瞻性的研究技术自主导航 提供更为精确的位置定位 其次天眼对空间中的信号 有着敏锐的感知 能够识别微弱的空间讯号 服务于国家安全服务 另外因其内部设计的严谨 以及极高的复杂可变性 所以天眼可以提供高分辨率 以及高效率的地面观测 最后Falster的观测精度 能够达到毫米级别 极高的观测精度 也为天空天气预报服务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 天眼还没有取得预想中的突破性发现 但是也一直在为人类科技天文知识的 革新提供新的观测数据 那天眼自建立以来 究竟有哪些天文观测发现呢 2016年7月3日 天眼Falster在贵州顺利落成启用 在启用后不久 于7月19日发现了86颗脉冲星 这是一组来自宇宙深处 且质量较高的脉冲信号 什么是脉冲星 脉冲星本质上是中子星 一种存在于宇宙空间中的天体 具有较高的旋转速度 以每秒1000个脉冲的速度 向宇宙中发射规律的无线电波 以及其他的电磁辐射脉冲 这种天体的产生 是由于宇宙空间中 剧烈的天体变化 此次中国天眼Falster发现的 脉冲星信号的源头 在1351光年以外的 一颗脉冲星 而我们地球所处的大家庭银河系 直径为10万光年 因此1300光年以前的脉冲星 相当于地球的近邻 它的存在是引力辐射和黑洞存在的 有力佐证 而且它的存在 也为天体物理学各类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助力 因中子星特殊性质和定位 寻找中子星 并记录其运动轨迹 对于现阶段 以及未来的星际探索 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天眼 因其特殊的科技地位和科研价值 自然也是责无旁贷 因此我们不难推测出 中国天眼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观察脉冲星 探索星际分子 以及星际通信信号 是中国天眼建成的主要任务 而这一切都归因于 Force的强大且快速的探测能力 也因此在2018年2月 天眼发现了截至目前为止 全世界最为微弱的毫秒级脉冲星 这一点迄今为止 就连许多先进的西方的望远镜 都无法做到 全世界人民都对外星人 是否存在这一话题充满好奇 更是有无数的科学家们 为解开这个谜题而不断的求索 各国更是不断发射太空探测器 去探求外星生物的存在 中国天眼的建成 也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此的 中国天眼的探测距离 以及探测精度极高 可以接收超长跨度的无线电波 据说中国天眼 在最初试运行的时候就接受到了一个不同于人类信息传递的不同寻常的信号 有相关专家破解并推测 这个信号应该是来自1300多光年的宇宙深处的外星人的警告 当然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据 另外一方面 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 地球资源逐渐呈现出枯竭的趋势 且在此过程中 地球的生态环境也遭受着空前严重的破坏 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所以各国居安思危 在出台各项措施来抑制和改善这种现象 更是向宇宙发起了征程 希望找到另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 以应对人类未来可能面对的灭绝难题 所以天眼的建设任务也有此一笔 而中国天眼也不负众望 于2017年 中国天眼Fost在执行探测任务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颗 与地球生态环境十分接近的星球 科学家在经过一段的初步数据分析后 认为这颗天眼发现的星球数据 与地球的相关数据非常相似 它的相似不仅是因为距离太阳 这一恒性的距离同地球相似 更因为这一星球表面存在着液态水 以及绿色植物存在的痕迹 且该植物的某些特质 同地球植物高度相似 当然也只是相似 不完全相同 这颗行星的引力要比地球小一点 且自转周期相对较长 自转需27小时 不过科学家在综合各项数据后 认为该星球适应人类生存 是一颗几乎不需要改造 就可以直接移居的太空星球 这一发现是我国乃至世界 在天文望远镜探测和宇宙空间探索上 取得的重大突破和决定性发现 宏观天文FORST的另一个重要应用和价值发现 是旅游领域的 现在的中国天眼索塞地 已经成为了贵州当地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游客们在此旅游 不仅可以欣赏到优美的自然风光 更是可以领略到人类的鬼斧神功 感叹人类伟大的创造能力 另外 在天眼的观光旅游图中 也有相关专业人士的专业解说 旅游客们还可以了解和学习一些知识 比如天眼的制作原理 观测任务中的脉冲星的性质 以及天眼的观测方法等等 而中国天眼并不仅仅止步于此 在未来 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惊喜 感谢观看